泰北華人村落地處天遠 導致失資嚴重缺乏 好 再跟我走 不能亂跑喔 好 台灣世界青年志工協會 讓大學生有展現的舞台 成長的地方及磨練的機會 並且能夠幫助泰國的華人村落 散播愛的種子 這次團隊主重就是在 有一次的文化職業表演 一次就是教學 還有就是貧戶方式 那教學的部分我覺得 因為其實這也是我第一次去教學 然後就是有點像是 驗收我這三年來的 就是在修教程的那個一些經驗 結果我就發現就是 真的在學校學的東西 就是真的可以用在那裡 然後並且就是獲得就是 因為我們出團有跟團的 就是團員是老師 然後他就肯定我說 覺得我的 我的課程設計還有颱風就是不錯 然後我覺得收穫最多 當然就是我教學的部分 然後教學就是 因為我是工業教育系 然後我們平常修教程的時候都會磨練在教具 然後結合 教具結合課堂的知識 就是我們一定要有一個教具給學生做 然後才會引起他們的注意 然後這一次我就是因為我想要教他們的東西很多 但是我們帶去的東西很少 只有簡單的紙還有就是簡單沒有很多顏色的紙 甚至我們買了小張的色紙還有蠟筆 就這些簡單的然後連那種平常做那個PPT都不能做 所以我就回歸最原始我就教他們做垃圾袋 就是其實那一堂課是教注音 然後我在帶他們注音之後 就是帶他們唸注音 可是那是他們平常就會唸的 然後我在帶他們唸之後 我就開始教他們一些簡單的日常看得到的東西之後 就結合了手作的部分 就是教他們遮那個 我們台灣很常用那種垃圾袋 然後我覺得可以給他們帶回去 就是可以變成一個日常生活很好用的東西 然後也可以一邊教他們就是垃圾袋的寫法跟念法 然後再培養他們就是丟垃圾的那個觀念 就是那時候我就教他們做完的時候 就教他們放在桌上 然後說他們垃圾都可以放在那裡 然後下課就可以拿去丟 就是就是我覺得都有結合到 雖然改變不多 但是一旦累積起來不斷的蔓延 雖然改變不多 但一旦累積起來不斷的延續 這種力量卻會成為讓世界轉動最大的動力 時方新聞王天倫許建議高雄採訪報導